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民进党传出已经锁定高雄市长韩国瑜。若他在国民党初选中胜出,就要发动罢免市长职位。对此,蓝营立委表示,相信只要涉及到2020大选,民进党一定利用各种手段抹黑、抹红蓝营的候选人。韩国瑜一定要充分准备,该蓝委指出。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在脸书放上韩国瑜列席行政院会时闭目养神的画面。他强调,韩国瑜现在都还不是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对手已经用各种手段、场合、方式来抹黑。这哪像一个民主地区的行政院长,这样对付地方行政首长。对于陆营将启动罢免韩国瑜必定对明天大选造成很大影响,该立委表示。 等蓝营代表确定后,民进党一定启动府、院、党,各部会一起攻击那个人。假设是韩国瑜代表出现,对手一定穷尽各种手段狂打。 对此,另一名蓝委也表示,韩国瑜市长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让高雄市民能理解。 他到时候离开高雄市,未来若选上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绝对照顾高雄,改善高雄财政困难与结构性的问题,强化他进逐大位正当性。 除此之外,脸书上也有不公开社团发起罢韩联署。 日前韩国瑜对此表示尊重民主自由社会的多元声音。 但也请大家看看这五个月来高雄的变化,希望多多给市府团队鼓励打气。 他也尊重发动联署的网友,谢谢他们对他的关心。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